陈景一家院子外有一口双眼井,它有两个井口 左边的被称为富人井,有钱人来打水,放一文钱到盒子里就可以 右边的则是穷人井,老百姓打水,分文不收 这双眼井提出来的水十分清甜 小镇上的有钱人家每天都会派仆人过来打水,生意很是红火 卡卡尖了非常眼红,自己也打了一口井 不管穷人富人都是收益文钱,她家位于小镇中央 而陈景一家在小镇边上,来她家打水更方便 卡卡坐在门口等着收钱,可是却没有一个人来 她去问打水的仆人 你找不到我家的水 那个仆人吱吱呜呜地不肯回答,急忙走开了 晚上,卡卡气不过,逞周围没人的时候 用石头把双眼井给堵了 没想到恰好堵住了拳眼,卡卡自家的井也干枯了 第二天,仆人发现井里没水了 卡卡趁机去告关,说是陈景一把拳眼堵住了 害得她家没井水,损失了很多钱 没想到县官直接就赏她二十大板 卡卡吓坏了,旁边的陈景一替她求情 大人,请您先省明白了,再打她也不迟 县官说,那你告诉卡卡,那口双眼井你赚了多少钱 陈景一缓缓说道,分文未准 卡卡听完睁大了眼睛,县官接着说起了她的故事 当年她还只是个穷秀才,进京赶考时渡过小镇 身上一点钱也没有了 她去到双眼井挑水喝 看到旁边的盒子里有些钱,就偷偷拿了一点当做路费 后来功臣名就当了县官,放了更多钱回去 她也明白了双眼井的奥秘 给穷人用是为了方便老百姓 富人用的那口井,则是让他们留下些钱财 给遇到难处的人用 有困难的人不用张口跟人借 保住了颜面和自尊 等渡过难关,自然会想办法把钱还回来 救助其他有困难的人 听到这儿,卡卡羞愧难当 把自家的井让给乡亲们免费用了